現在爆出來有意大利、西班牙、美國、哥倫比亞 拉到散了,已經斷了 後面這班就不太行 看看領先的車手,現在又變成有折壓的選手,意大利 意大利聖無奈,帶一帶就立即被後面上去 在這段時間,澳洲又搶了出來 然後美國的車手,如果放下澳洲的車手,又不太行 所以就發力追 澳洲車手好像開Turbo 突然之間超快加速,摩打腳這樣踩著 然後西班牙再加意大利 嘗試剩下十個圈的時間,這麼厲害自己爆出來 嘗試剩下了 搶完一段時間,爆了之後 然後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選手又上來了 但是郭浩亭還在 還在,厲害 還捱得住 聰明 自己爆出來 可否重演2007年的美夢呢 我們希望,爆到盡了 但那次阿寶哥爆完之後,沒有人跟著他 這次阿寶哥爆完之後,阿亭仔是慘的 沒錯 後面馬上意識到,不可以放的 上次放掉了機會,這次死也會碰到 也有英國選手退出比賽 但是也走掉了一段 是啊 好,這個已經落後了 好,郭浩亭暫時領先 好,再看一看後面 看看是不是拉開了距離 有一條大直路 看看是不是 後面到底會不會有車手 就在這時間跟上來了 如果郭浩亭能夠拿這件採用戰衣的話 就厲害了,厲害 看看能不能夠保持到這個優勢 但是後面呢,嘩,取得太厲害了 還有七個圈 那接著呢,就有這個捷特、意大利、法國 全部都發力追上去 郭浩亭了,沒辦法了 爆到盡 自己呢,都是移到很前的樣子 盡快的加速 那已經拉開了大概一百米左右 還有六個圈 好了,已經追到稍為落後的六位車手 四位的車手 看看能不能夠這四位車手可以幫幫他 對於郭浩亭來說是有利的 郭浩亭在這個時間裡 加速在荷蘭的選手 也是退出比賽 郭浩亭在這個時間裡 郭浩亭自己一個人上 後面的車手已經落後了 子利的選手也落後了 但是阻礙郭浩亭 叫郭浩亭抽出來 郭浩亭聰 郭浩亭已經拉到散了 後面同樣的情況也看到細色不對 意大利在這個時間裡也爆出 還有四個圈 看看能不能夠郭浩亭能夠堅持到 好像黃金寶一樣 能夠堅持到這個優勢 又可以令到香港隊 拿第二件採用的戰衣 創造更加加強烈的歷史 郭浩亭繼續加油 全兩個人都看著你 這個時間博到盡 越踩越有 把所有的潛力都放在最後的階段 意大利在這個時間裡 後面爆得很盡 不斷狂追 因為上一次已經頂了 讓郭浩亭能否成功地 拿到這件採用的戰衣 我想說 最後一個圈 郭浩亭 第二件世界軍關 厲害 黃金寶 相信 現在這個時間最開心 郭浩亭 第一件世界軍關 郭浩亭 厲害 拿世界軍關 又一次世界軍關 發夢 沒可能 厲害 郭浩亭 厲害 相當之厲害 正話 還有速度十分之高 神勇 厲害 激動 激動 我相信 遠在亞洲的黃金寶 就開心了 看到郭浩亭再一次 計這個世界盃之後 可以獲得世界冠軍 第二個香港人穿彩虹戰衣 厲害 所以近年香港單車的發展 一天千里 厲害 有交換 黃金寶開的駕駛之後 厲害 也令到一班年輕車手 相信有夢想 只要你堅持的話 就會有機會成功 厲害 07年黃金寶 2011年 我們有郭浩亭 贏到男子捕捉賽的世界冠軍 彩虹戰衣 是佈了黃金寶的後塵 香港現在有兩個世界冠軍 厲害 香港之綱 厲害 黃金寶苦練了13年 就獲得世界冠軍 郭浩亭 這位年輕車手 幾年而已 就要獲得世界冠軍 前途無可言量 阿寵你有甚麼感想 很興奮 很興奮 這樣比上一次黃金寶 獲得世界冠軍 更加興奮 但你上次叫得更加瘋 是 這次反而控制到自己的情趣 為甚麼呢 有了經驗 真是香港之綱 郭浩亭 我愛你 厲害 來個擁抱 厲害 厲害 相當之厲害 我們最初想著 他已經爆了一段 賣到尾 還有 他剛才已經完成了 這個四公里的對際追逐賽 其實就是熱身 就是熱身 就是我們所謂叫做 撻著了褲子 哇 郭浩亭 好厲害 我相信他的師兄黃金寶 知道他能夠獲得世界冠軍 一定是 比他自己獲得世界冠軍更加興奮 現在再看一看 真的很難得 因為 他在第十二個圈的時間 搶了出來 能夠順利拿到這個金牌 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厲害 很厲害 還有再一次 歐洲隊方面 看到有人爆出來之後 他最初是 想一想 然後有幾個車手法力追過 但是接著之後 沒有人有反應 格仔也要攻擊一下 觀眾千萬不要走開 我們第一見證 上一次我們看不到 阿寶拿採用戰衣 現在我們有機會 看香港人鏡頭拍攝他 拿採用戰衣 厲害 我想明天的電郵又會爆了 立即發短訊給記者的朋友 郭浩亭拿世界冠軍 這是很困難 我沒有預期到 但 我恭喜郭浩亭 也恭喜郭浩亭 贏了金牌的沙拉告話 我非常高興 她說 想都沒有想過 十分高興 她說 能夠擊敗彭拿蓮娜 彭拿蓮娜 也獲得好的成績 她自己 沙拉告話 擊敗了其他的對手 她知道感傷是怎樣 她說 其實隊友能夠獲得好成績 亦都是為她爭勝 帶來了十分大的動力 我相信郭浩亭都一模一樣 黃金寶在四年前獲得世界冠軍 亦都是為她的努力 帶來更大的希望 謝謝 謝謝 iat 當然要抱抱 來了來了,大家不要走開 男子的捕捉賽 世界冠軍,郭浩亭 厲害了,香港明天幾版的投票 都會詳盡報道 又一位世界冠軍 在頒獎禮之後,我們才會完成今晚的節目 所以大家黏著我們看國浩亭 穿上彩虹戰衣的一刻 來自香港的國浩亭 繼黃金堡在2007年之後 再一次登上世界冠軍的寶座 Kina Pong Auf-de-terre-part, en-minner von un Bronze Medaille Auf-franca In third place, and a winner of the Bronze Medal Representing France Mocon Grmeiski 法國的車手便被光浩亭 我拿到一面的銅牌 真厲害,又一次擊敗歐洲車手 好像正話做訪問的朋友一樣 我們香港在捕捉賽真的有一個傳統 男子的捕捉賽 世界冠軍 香港的郭浩婷 又一件採用戰衣 厲害了 香港現在兩件 喂 不是很適合他穿 他穿了大馬的 真的 你看到嗎 郭浩婷 厲害 我已經說了 他是頭五六位車手當中最小的那個 多少傳媒的朋友 真的厲害 亞洲之江 是 亞洲之江 終於是時候跟他拍一張照片 你先跟郭浩婷拍一張照片 你走過去 真的厲害 能否趕快 可以 趕快 趕快 真的趕快 他剛剛轉了鏡頭 對不起 對不起 不要緊 不要緊 大把機會 你說正如贏完一次又一次 恭喜郭浩婷 贏到這一面的金牌 相當之厲害 恭喜恭喜恭喜 響起的就是中國國國 好厲害 他還未懂得反應 好厲害 當然了 他還未懂得反應 我想所有人都在想 沒有 真的自己都沒有想過 真的我贏了 真的我贏了 謝謝大家 再見 再見